《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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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几天有一个人 问我提出一个问题 怎么知道这个人 他死掉了 他会到三个道去 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 我提出了一个看法 就是你现在这一念心 你的烦恼动起来的时候 你的正念能把烦恼打倒了 你就不会到恶道去 如果你的烦恼起来了 你的正念不能生起 这个人危险 这个人死掉了的时候 是到善道去 是到恶道去 就是临终的时候 你是善念你是恶念 来决定这件事的 如果你不能够 常常的保持正念 增长你的善念 增长你的善根 使令善念有力量 打倒这个烟恶的心 你平常不能这样做 林明中的是危险 就危险的 这个大庄严经论上 举出一件事 这个国家很和平 没有战争 国王有很多的马 先放在那里没有用 就把这个马分配给老百姓 老百姓用它做什么呢 拉墨 古代的这种办法 现在可能还是有这个墨 这件事 这个马的拉墨 是走圆圈的 不是直接向前走 是走圆圈的 这个马拉墨 就是习惯了走圆圈 可是这个时候 敌国就来秦了这个国家的时候 国王又把这个马收回来了 收回来这个军队 骑着马作战的时候 这个马还是走圆 他不直接向前走 所以就打败仗了 佛陀说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 你平常常常是学习经论 修小指观 修思念处 思念处使你这个道心 有强大的力量 使你这个眼无心不能升起 你能保护住一个清净心 你平常这样子用功修行 临命中的时候 你的心也就是清净的 所以你一定是 往生到 米雷内院去 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 往生到十方佛世界去 随你的清净心 你愿意到天上去 就到天上去 愿意到佛世界去 就到佛世界去 就是这样子 要是你平常不用功修思念处 不调心 我的烦恼来了就随它去 趁心来了就随时趁心去了 贪心来了就随时贪心去了 这个高慢心 这些烦恼境界 烦恼心一动起来 你不能调伏它 那么临命中的时候 以伏如是 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烦恼一来了 恶心一动起来 随时恶念动起来 就到山恶道去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要自己想要知道自己 死掉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 你不用问别人 你就来反省我自己 我能不能调伏眼无心 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今天不能调伏 但是我从今天开始调伏 那就不决定 你要能够调伏得很成功 污秽的心生起来 马上把它打倒了 把它消灭了 使令心里面清静 你能够保持这个境界 你死掉的时候 就不会到山恶道去 所以我们说 这个 我们日常用功修行 这件事 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叫做修行 就是你调伏你的心 叫你的心 一切时一切处 都是清静的 这就叫做修行 没有别的事情 这叫做修行 当然清静也有深浅的不同 可是只要是清静 不是一般的贪嗔痴的境界 那就是清静 你心里面无贪 无臣 无痴 心里面很温很平和 寂静 要念佛就念佛 要念法就念法 要念生就念生 能念佛念法念生 念地异地 你心能这样子 这就要是清静 那么你将来一定会到光明的落途 到那边去了 一定是这样子 什么叫做修行 心清静 使令我自己的心清静 叫做修行 实在这句话只是对了一半 只是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是什么呢 要有智慧才是修行 就是你要通的 眼耳鼻舌身意 舌身鲜味处法 眼识耳识乃识意识 都是如水中月 如梦中 都是虚妄的 有而不真实 都是必尽空气的 要破掉这个执着心 这叫做修行 如果只是内心清静啊 那靠不住 还靠不住的 所以佛法是重视般若波罗蜜的 所以佛法是重视般若波罗蜜的 所以佛法是重视般若波罗蜜的